手笔爱心放电 艳阳高照的夏天 年轻女孩穿上比基尼 来到乐园玩水 心情超级好 拿起水枪清凉玩水 画面满满夏日风情 我跟朋友一起来玩 拍照比较好看 年年夏日 面对动辄30多度的高温 想要清凉一下 各大乐园都有活动优惠 六幅水乐园 只要女生穿着比基尼 蓝白拖 或是男生勇敢秀出腹肌 统统优惠价399元 乔任国轰浪水乐园 也有优惠活动 平日最低不到300 丽宝乐园6月则是推出 三帖锦销月优惠 相关人员凭证 就可以450元入园 除了水乐园 还有许多人热情参与海上活动 接触大自然 在基隆外木山 举办海上长泳活动 2500名选手 大批大批的下水 场面相当壮观 2000多人光是下水 就要花费一个小时 从高崇里农过来 转换了多个小时的车 我们游过日月潭是探水的嘛 那其他金门 澎湖 绿岛 都游过了 然后只是说圆一下 全台湾那个海泳的一个梦想 全手在沐山澳救生站的 脚岩区下水 沿着海岸游过全程 3200公尺 最后到大五轮澳底沙滩 在炎炎夏日 堪称是最热血的活动 另外想要轻松悠闲的旅游 在宜兰东山可以搭上热气球 俯瞰东山美景 在台东则是受到沉降气流的影响 持续炎热 大五地区甚至出现 全台最高温36.2度 民众不被艳阳来观光 夏日雀跃出游 而业者也抢占商机 新闻新竹 基隆 宜兰台东报道